按讚之外 接下来来看看 要不要为中国制的无人机 也来按个赞呢 请教一下杨老师 这个华尔街日报这边 这一天报道 说现在呢 这个美国不是他们这些议员 还打算说 要对大江无人机要禁吗 结果现在你看 禁止的这个对象 让农民 美国自己的农民 不是急得跳脚了吗 那我现在需要用 还有一个 就是急难救助人员 大家常常会打911 有急急急状况 哇不得了了 他们现在呢就说 不行啊 因为你美国制的 就是比不上大江无人机 这是美国的媒体自己报道 这是美国人自己的心声 所以现在他们还能够 进得下去吗 那再看看这个大江的无人机 真的是派上用场了 在这个高山上 你珠穆朗 马峰 这个现在你看到 全球第一次民用运载无人机 海拔近6000公尺 往返运输做测试 而且另外还有什么 清理垃圾好好用 一小时空运234公斤的物资 然后呢 至少通常都是要花14个搬运工 耗时6小时 但是无人机 一下子一个小时 就帮你办到处理好 老师 当美国现在面临到就是说 实际上当你去进 人家现在已经是走在世界前沿的 这种科技的发展 而且普遍用到不只是所谓的军方 军民两用 你真正是在一些农业 救难各个层面 那它不是只有所谓的无人机本身 它是整套系统 整个以及在不同领域里面的搭配的 所以它从技术到就是整个就是成套的系统 以及到它的成本 以及到它所能够获得的一些这种成果连结 那是一整套的东西 你现在一切就是反正国家安全无限上纲的情况之下 美国这种建制派这两党都是如此 把中国视为不只是经济的对手 甚至是安全的威胁 那因此就很容易政治化 国家安全化的无限上纲 那当你碰壁的 碰了实际当问题的时候 不只是这个大江无人机 它在美国的国防部都说 它在海外的驻军 根本无法去实践它的这个任务 为什么 从无人机到华为到许多美国会 国会要求不能够采购跟相关 中国相关的这些商品 它会造成美国国家安全无法推动 那美国境内的医疗 军方的医疗地勤 也已经变成这样 所以现在美国的军方跟国会要豁免权 也就是在这些非战斗的这些层面 要开放可以使用中国的商品 包含大江无人机 那可是现在倒过来 中国现在开始设定 无人机出口管制的限制 特别是技术层面的这个限制 那这就是最近的这个事情 所以因为美国也会跟你学 或者是西方也会想要去跟你了解 想要去抄啊 想要去剽窃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先做预防 那先做预防的情况之下 你要把握你自己本身的这个IT 你的技术 然后呢 以及相关的这个配套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变成就是 当中美之间的竞争的时候 地缘政治上 开始出现困体的时候 美国现在开始碰到它的考验 美国的NASA 现在真的是如临大敌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 现在最让他们感到头痛的 那莫过于什么 两个太空人回不来 结果呢 我们看到在今天 这个波音实在是很不给力 两个太空人到现在还亮在那儿 结果波音太空船出包 都已经超之15亿美元了 那你不靠波音你能靠谁呢 现在就有消息来说 美国的NASA 他们在周三已经承认了 因为波音实在是什么 不靠谱嘛 就是出问题 不得不靠马斯克的SpaceX 把这两个太空人送回地球来 那如此一来的话呢 他们等于回来的时间的话 就是一言再言 昨天我们才在节目当中在讨论说 可能呢就是要一直拖 拖到什么 拖到9月以后了 本来说是8月中 后来说是9月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头条开讲 真的很关心那两位太空人啊 7月11号的时候说 可能他们会滞留到8月中 结果昨天8月7号的时候呢 说这个载人任务延到9月24号 所以换句话说 是要拖到9月了 没想到才隔一天 刚刚还有观众朋友 在线上聊天室里面说 是不是他们有看我们的头条开墙 NASA说如果换成SpaceX的话 是明年2月才能够回来 那那个做法就是说呢 要等到9月底 这个Crew9 他们那个载人任务 本来说要载四个人 那现在是说 载两个人上去就好 然后到时候呢 就让那上面的两个人 就一起下来 那但是那必须什么 那必须是要等到明年2月的 那个事情 是要到2月 明年的2月才会发生 所以他们真的是待好久 待很久 但是不合理 不合理 对 因为这一次为什么去两个 因为要接一个回来 所以理论上讲应该是三个回来 那如果说今天等到明年2月 去两个本来是要去四个 然后去两个 接两个回来 那另外一个呢 原本要接回来的那个人 那是他先回来 然后那两位一男一女中 是女生先回来 还是男生先回来 那另外一个是不是还要在那边 再多待时间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很明显的 NASA在这个任务中的时候 说实在话 它真的是颜面无光了 然后由于颜面无光 因为相对中国大陆的 这个太空人到太空站 都是按部就班 一步一脚印 然后都是准时送达 准时接回 那NASA当时就急忙忙的 因为大陆又成功了嘛 可是NASA就是因为 一延再延三延嘛 所以他为了颜面 他就不得不硬 要把它发射出去 因为原本要发射 然后又发现有问题又停 要发射有问题又停 已经好几次了嘛 那他一看了 中国大陆又成功了 他实在是颜面无光的时候 就硬的头皮一发射 出问题了嘛 出问题了 已经到今天为止 都没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粉饰太平 刚开始装的这个 气垫神弦的时候 没有问题 一切是在掌握中 这个小事情 这个你看太空人 也故意装得很开心的样子 我再强调 人只要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看到影片里面的那个 那个就是强颜欢笑 那个就是故作开心状 还有一个 现在美国要选总统的 那个女士 她也是故作开心大笑 都不正常 娇柔作作 这个叫做什么 我看大陆连续剧 常常有矫情 这个就是叫做矫情 那你只要看到 人非常态的反应 都是故意做作 故意矫情 那两位太空人 就是故意矫情 所以现在他们 回不来是现实 那还没办法解决的 一个难 你看那个脸色 越来越难看了 越来越严肃了 因为内心里面 七上八下 不是啊我们已经很久 没看到那两个太空人 应该让他们露脸 昨天就已经在讲 有一次有露脸 但是脸色已经是不好看了 因为还要再 遥遥无奇的等下去 然后那个返回舱到目前为止 它的漏气的问题解决不了 没有解决 返回舱的问题解决不了 然后他们现在 NASA要求说 那你就把返回舱 把它抛出去 那么本来是要把太空人 就应接回来 可是波音怎么敢干这种事呢 你应接回来 如果万一回不来 这两个人永久在太空飘 那这个对不起啊 这个已经涉及摩杀了 这个太严重了 所以也不敢这样做 对 可是NASA又很紧张的 很焦虑的是 他必须要把太空船打上去了 对 然后所以他必须要把那个 返回舱脱离 那现在目前找不到解决的途径 是 NASA也没钱 然后这个波音也没钱 然后现在只好去请马斯克 那马斯克当初就是说 你故意找波音来修理我 那你今天又要他找来 要我来帮忙可以啊 钱嘛 钱 一切都是钱嘛 我觉得最后看 马斯克开出什么天价来 那你NASA还是要接嘛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